光复乡马泰安私地拓展中心 获得观光局花东重管处的协助 整治周边的环境设施 整体景观设施也焕然一新 光复乡公所为了活化拓展中心建筑场域 计划作为观光客的办公处所 进一步来推展光复乡的观光旅游产业 不论是停车场、活动广场以及公车的设置 拓售中心建筑的整治 在光复乡公所积极争取下 获得观光局花东重管处赤资2000多万元 协助整治完成 马泰安私地园区公共场域警官也焕然一新 我们这个私地本来叫拓售中心归后的那么好 不管说整个广场也好、停车位置也好 包括我们厅室里面都焕然一新 然后因为活化这个场地 所以我们决定说把我们公所的龙观客 来搬来这里就进管理 最重要是直接面对我们的游客 中央出钱出力强化光复乡脱售中心 周边旅游环境服务品质之后 为光复乡公所公共造产之一的脱售中心 历年来委外经营却不见起色 乡长林清水上任后也积极开创新局 特别从湿地生态旅游产业的视野 所以也好有个平台可以对外来交通 可以来沟通 这是我们最想要做得到的事情 就为在马滩市地园区内的光复乡脱售中心建筑环境场域 乡公所计划将主管乡内农业 以及观光产业业务的农官客来进驻 作为办公处所的同时 业规划解说班青年平台的基地 能进一步一业结盟资源串联 共同推展光复乡的观光旅游产业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